景之王 九寨归来不看水 也是对九寨沟美景的形容 但是秋天的九寨才是最美的 秋有九寨必玩的六大景点 一 长海 二 五彩池 三 五花海 四 落日浪瀑布 五 火花海 六 珍珠滩瀑布 有一说一 九寨沟YYDS 在经历地震四年后 九寨沟终于全域开放了 今天我是真的被九寨震撼到了 不加任何滤镜 带你们看看重建归来的神仙九寨 虽然是淡季 但是门票只要130块钱 是我真的没想到的 重点是 每辆曲间车上还配了一位导游小姐姐 全程陪同解说也是没谁了 这两个景点我是建议大家工作快一点 因为这个水啊 它就必须要在有阳光的时候 它开出来的效果呢才提高好 九寨沟实际上就是由各个小景点组成 用曲间车串联 到站了挨个下车打卡就行 五花海就是宣传照上镜率最高的地方了 这不知道咋形容的湖水 属于是惊艳到我了 渐变的湛蓝 水下的沉木 远处的雪山 正好的阳光 小学课本真的没骗我 近海一定要早点来 导游说早了十点来是最好的 那时候没什么风 不过这会儿我觉得已经很惊艳了 长海给我的感觉像极了卡纳斯 这里已经很想到最高的长海了 赶在日落前到了五彩池 五彩池镶嵌在原始森林中 经营体统就很迪谱的那种来 哇这真的是蓝宝石一样的颜色 诺日朗瀑布来晚了 就说太阳直射的时候是可以看见彩虹的 作为国内最宽的瀑布也是挺震撼的 其实还有很多小景点像熊猫海建筑海之类的 景色大同小异 时间原因就留给你们自己去挨个体验吧 到这儿我以为今天的惊喜就够多了 直到我在快春圆的路上放起了无人机 咱就是说那句酒寨归来不看水 还真不是吹的 总结一下除了景色重复度较高以外 真的值不负责推荐指数九分 今年跨年就选酒摘钩吧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